《混亂中找秩序》第十七日更好的选择 我们今次秘证的主题对于我们去做福传 为教会服务,履行天赐的使命 或者笼统来说为主工作是很重要的反思材料 而事实上整个围绕着马尔大和马尼亚的主题 对于我们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在过去两个几星期的备证里面 提及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和方法 实行起来真的不容易 需要下不少的苦工和需要很大的决心 你可能会问 我哪有时间去仔细检视我的生活,做出改变呢? 那我们怎么能够突破目前的困局呢? 的而且确,整个过程最难的地方 就是要突破困局 滋而行难是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四旬棋里面我们都不踏出第一步 那我们一切的反省都会是图然 结果就只是原地踏步,一筹莫展 如果要改善的话,我们是需要腾出时间 就之前的反思,草以一些合适我们自己的策略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开始落实 而在现阶段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够退步 在我们现有的负担上面添加更多的事 首先,我们不要承诺一些我们不应该承担的工作 其次就是要检视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那些令到时间不经不觉流走的原因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不做细心的审视 这些浪费时间的因由都是很难察觉的 而去展开这个过程的其中一个最有效的出发点呢? 就是去检视我们每天做的大小决定 一般人都会认为 只要我大事精明,小事糊涂,有什么所谓呢? 但其实,小事上所做的错误决定 往往是会误了大事的 我们都会因为这些错误的抉择 而最终受苦 很多浪费时间的因由 都是源出于生活上错误的小决定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所做的决定 看起来微不足度而掉以轻心 我们一般认为 天主的旨意只是适用于大事大非上 但其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天主 亦都愿意我们在小事上跟随他的旨意 因为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节 耶稣曾经这样说过 在小事中顺的,大事也会中顺 而成圣之路亦都是由小事开始 如果我们生活的每一刻所做的决定 都是能够贴近天父的心意 我们就不会偏离主耶稣的教导 亦都更容易去辨识和履行天父 为我们特选的使命 你可能会问 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抉择 都不是对与错的选择 那为什么我们要那么紧张和挑剔呢? 做人轻松一点,不是更好吗? 这方面我们可以由耶稣和马尔大 还有马尼亚的故事里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 马尔大和马尼亚的两种不同方法 去侍候耶稣都是属于美好的事 但耶稣就对马尔大说 马尼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 是不能由祂那里奪去的 天主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小决定 都有祂觉得更好的选择 在这个片段里面是最明显不过的了 事实上,天主在这一刻邀请我们去做的事 通常只能在这一刻才能去回应和完成 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一刹那 作出正确的选择去回应的话 机会错失了,就可能永远都不会回头 而往往这些更好的选择 亦都同时是会帮助我们 去避免做出浪费时间的决定 你是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决定的? 你有没有停下来去想清楚 才做决定的习惯? 手指定是否能不能去回应 那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的 那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 那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的 那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的 就是好看的 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的 那一刻在那里面做出更好的 就是我的想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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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很多浪费时间的因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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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阿爸父 你对我的细微关注 实在令我无言以对 你竟然关注我生活里面的细节 希望我做正确的选择 好让我的生活会因为这些正确的选择而更加顺畅 可以活出生命里面的真正意义 以及结出更丰盛的果实 请原谅我 原谅我过去罔顾你的心意 以自我为中心 只是选择取悦自己和其他人 而不去选择取悦你 请赏赐我一个 换发更新的心 在生活里面 每一刻都想念住你 以上的祈祷 是因主耶稣基督的 圣明而求 阿满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 起初如何 今天亦然 直到永远 阿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